先來講跑圖的路線 從菲倫瓦斯出發往左邊走到關口呂樹之陣 然後不管你要用偷渡還是正常的方法 往下走到這個巴克巴塔爾 再來從路這邊順著路往下這邊 有一個大石窟 穿過石窟之後 魔攻鎖的任務NPC在這邊 然後這裡是他家 但是任務先不要解沒關係 放好龜圖基石先到火山島營地 再來進入營地之後 先到這個裝備店 然後從裝備店往右邊看 這邊有一個梯子 爬上去之後直直走到底就是溫泉區 然後在溫泉區這邊放一個龜圖基石 再來這一隻就是那個什麼 復蘇者的任務NPC 先不用理他沒關係 再來先解魔攻守的任務 他的位置在這邊 一個老人家 給他三個花草 就附近的花草隨便摘三個都可以 隨便給他三個 好了之後他要你去他家 他家就在這上面 你可以先過去等他也可以 那我是偷懶設定好船點 到了之後直接丟進他家就好了 然後福利連會跑出來 這邊其實就是福利連跟辛梅爾結婚之後的情況 再來進到他家裡面桌上有一罐吸引酒 然後跟他對話他會說要去那個溫泉 那你可以一路把他抱到溫泉區 但那樣太累了 所以直接傳送過去比較快 因為我們剛才設定好船點了嘛 這樣直接帶過去就好了 到了之後一樣的 把他放下來 不要丟 然後走過來 附送完之後跟他老婆對話就會解鎖魔攻守 再送一本技能書 讓東西都拿到之後 跟復甦者的大師說話 先給他一罐吸引酒 然後再給他兩罐 東西都給他之後就會解鎖復甦者 然後再送一本技能書 他這個技能書是等你轉職之後才可以學 接下來說明任務前要準備的兩組道具 復甦者要吸酒三瓶 在巴克巴達爾的西格斯酒鋪可以買到 一瓶五千塊 想省錢可以只買兩瓶 購買之前先將酒鋪門口的沙包放進宅欄裡 如果你是獸人 老闆就會招待你進店購買 如果你不是獸人 先戴上獸人面罩 再去放沙包就可以了 再去放沙包就可以了 獸人面罩在關口呂樹之鎮的 一普西姆一品店可以買到 唯一 老人要的花草三個 野外隨便撿都有 而且不限種類 不管是藥草或什麼草都可以 沒有的話在老人附近找找應該也有 好 接下來說明大石窟裡面的走法 從路口進來之後 這樣順著路走走走走到這邊跳下來 然後到B1F之後會在這邊 從這邊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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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這裡會有一個 會有一堆石頭用炸藥炸開之後會衝出水 衝出水之後會把這個洞打開 或者這個洞你也可以用武器把它打爆 打爆之後通過這邊 到這裡就是出口了 很簡單 然後這裡就是老人的地方 再來實際跑一次全程 先跑到這邊 那這裡面怪物非常多 建議你等級30再來 會比較輕鬆 那沒有30也可以啦 來了這邊之後跳下去 跳下來之後 往北邊走 這樣子看一下地圖 這邊就是第二層了 再來這樣走走走走走走到這邊 走到這裡 這邊會有一個可以炸的地方 先跑一下 走到這邊走慢一點 跳過去 再跳過去 再來右轉 這邊就是那一個可以炸的地方 這邊就是那一個可以炸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炸藥 直接把它炸開吧 直接把它炸開吧 大概就往下 跳下去 他剛才的水流就炸開前面那一個小洞 那你如果沒有炸的話就自己用武器打野 好 像我之前忘記 好 開完之後 順的路一直走就對了 這樣就是走到這邊就會到出口了 再往前走就是那個老人在的地方 這樣很簡單就通過這邊了 最後補充一下 關口旅宿之鎮的一普西姆一品店可以合法複製一些東西 例如當你拿到初中之鎮的時候 先不要交給史芬克斯 拿來一品店委託他製作驗品 然後到旁邊的椅子連續按三角鍵閉眼四次 再回去一品店就會幫你複製好了 而且是真品 拿去交給史芬克斯不會有問題 另外 久遠的龍之骨洞交給他複製 也可以獲得真品 但如果你拿龍之骨洞或龜徒基石給他 就會獲得龍之骨洞跟龜徒基柚 這種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假貨的驗品無法使用 除非你想拿去惡作劇 不然不用浪費錢去複製 以上 就這樣 881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看著 水龍之鎮 拿來 一家 wolf 黑 ro 就是 有 是 很most 至少一場的打扮 比如说不通 去选择 是不 fly 屁股 开中心 戴下 地下 地上 将是有双手 专家 擅定 我以为何却是由你去世的 我认为 ACLU 永恤无限 你认为你令人生活中 莫非自己的 我认为这个天气 所要是什么 这个温度 我的天气和这个瘦晼 这是我想要性的 我认为你做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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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